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我們會帥哥 我們好辣醫師團 今天的吃飯小故事夏宇童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故事夏宇童 先恭喜我們這個外科醫師 江坤俊出書了 寫給生命的情書 其實這本書的那個名字 那時候想了很久 我當初想要寫這本書的時候 只是想 那時候我是跟出版社講說 我想寫一本書有關於 這十幾年來 我想告訴病人的事情 還有我從病人身上 學到的事情 後來他們就把名稱 定義成這個 我希望從這本書裡面 大家可以知道 不管是醫生病人或病人家屬 都能知道我們大家要怎樣來看 當你有親戚朋友得到癌症的時候 你要怎樣來面對 是 另外有三場的簽書會 希望大家可以來參加 好 4月14號在台南 4月27號在台北 4月28號在台中 是 謝謝大家 明醫就是明醫 真的 但瓜哥我想問你 如果你身體不舒服的話 你會想要掛明醫的枕嗎 基本上除非你又動很大的刀 就像我上次聖結石 緊急看到醫師就好啦 那個醫師很年輕的 急診室醫師 對 只要能拿掉就好 基本上都是我去看過那個醫師 也是很漂亮 但是我去看過 對 但是我之前去看醫生的時候 因為我掛的那個醫生 他非常 就是人非常多 就很難掛 所以我每次掛的時候 我都是被他罵 因為那個醫生他就會說 你為什麼這麼久才來呢 你這樣難怪你不會好啊 然後我每次去 我都會被醫生教訓 但我心裡想說 其實是因為你的枕很難掛 不是我太晚去 可是有時候 他也會被人家罵 對 所以明醫這個明醫師 到底是怎樣 看明醫真的有比較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 明醫學是好豐富 不把醫師問到不甘心 但是很多病人知道 我專門做婦科腫瘤癌症 那有一次有一個病人就 他跟我說 醫生 那你覺得我這個卵巢瘤 可以膚腔淨開 我說當然可以 大家就看三個小洞 講了半天他說 他說醫生 你不會單孔嗎 我說 你是說單孔相親 你說單孔相親 我說你是說單孔互相親 他說是的 我說單孔互相親 我也會開 不過那三口要稍微大一點點 可能要2.5公分 3公分 不像這個 我們三個小洞 0.5公分的三口就可以做了 又講了半天他說 醫生你到底會不會開 我心裡想跟你講半天 你還是問我會不會開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不太會開 他說真的 我說真的 對啊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單孔互相親 我真的少開 為什麼 站到外面而已 為什麼你知道嗎 互相親我們一般 站在病人的一邊 滿好操作 因為有三個洞 那單孔互相親就是 就只有一個在肚臍這裡 身體要外一邊 然後那個器械是幾乎都平行的 不像我們三個孔的話 器械可以呈角度 比較容易濕 拉扯 難度比較高 那是不好做的 結果他說 醫生可是我想開單孔 我已經讀了半天了 那我也發現 你的文章裡面 單孔特別的少 我說 那你就是來踢管的醫師 那你要不要 我幫你介紹醫生 有些醫生喜歡做單孔 他的腰比我好 比較 對 比較有力 年輕力壯的 去找他一下 那他說 醫生可是我要找你 最後居然說 好啦 為了找你 我就接受這個 開一般的互相親三個洞 後來我突然想說 既然這個病人 既然對我這麼福氣 我說那這樣 我幫你開五孔的 你這個五孔 我們叫自然孔道 自然孔道 就是從陰道下去 從陰道頂端切個口 進去腹腔 把卵材料拿掉 他說還有這個方法 我說那這樣 你說考我對不對 那我就說 你以為我們都不跟上時代 我說確實有些醫生 他覺得 他老覺得他老了 他就不學新東西 但我不是那樣的人 保倫哥也不是 我們都是屬於比較 跟上時代的人 我 不算我 他還在 OK 他屬於年輕一點 OK 好 那就是說 那是心態問題 說我剛好是喜歡 新的東西的人 後來他還滿意 我說開自然孔道 他當天就想要回家去了 我說對 他的特色是這樣子 但是也不是那個 那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是軟潮流 我剛剛說過的 自然孔道一樣 那個進氣的那個 那幾支器械 都是幾乎平行的 很難操作 但是因為 你知道嗎 因為他說 我會不會單孔 我跟他說 我今天開個五孔的 但是那個單孔 其實比這個單孔還難 因為他那個 被印到整個限制 那個活動力 比這個還更難動 自從變得比較 稍微有知名度之後 其實我後來發現 有兩件事 來病人求診 一個是 他真的 他的疾病非常複雜 他看過各大醫院的 都叫疑難砸症 這個真的是非常難診斷的 有一次真的 有一點點小小發脾氣 倒不是病人來看診 是在網路問診 我每次 其實我在部落格時代 我就會寫一些文章 放在部落格 那他們都會 看過文章之後 就會問一些問題 現在是臉書時代 然後現在我們的臉書 他們也都會找得到 我們的臉書 那有一天大概快十二點了 那時候我要睡覺了 突然 我在算七八聲 很緊急 突然叮咚七八聲 這會不會是我的病人或什麼 那我去來看 是在網路在問問題的 他先傳了一堆他的檢驗報告 有 然後後面接著又是繼續叮咚 洪醫師 我這個蛋白要重 嚴不嚴重 要不要做切片 然後要不要 會不會要洗腎 然後我的飲食要怎樣 又回答了 那我就跟他講 已經十二點多了 你這樣叮咚 一直叮咚下去 那我就跟他講說 醫師沒有看到你本人 這樣隔空看診是不負責任 請掛腎臟專科醫師 那他就回我 你不就是腎臟專科醫師嗎 那我就後來 你沒有說我是機器人回答 你是不是這樣 你小編 後來就再給他重複一次 然後就把他關機 隔天一早就把手機打開 二十幾封 他開始他不知道 我已經睡覺了 要繼續問 到底那個食物要怎麼吃 魚可不可以吃水果 能不能吃 繼續問 問到最後他發現我沒有回答 我是變成機器人了 然後他就 他就 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要看病 要繳錢才要回答問題 然後他就開始一大堆的抱怨 那我後來我就跟他回答說 醫療的確是很珍貴的 然後醫師 你請尊重醫師睡眠的時間 然後我就把他封鎖了 那我在想說 其實我想 我要講一件事 醫生能不能隨便的就看診 這個衛福部在醫師法 是規定得很嚴格的 比如說我要去三軍總醫院看門診 我一定要先寫一個報告 跟那個衛福部他同意 我才可以去那邊看 其實他們醫師職業場所 比如說我執照是放在我自己的診所 你去任何一個地方 都要他們先同意 不是說你隨隨便便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就幫保仁醫師看診 這樣是違反醫師 一被檢舉就慘 所以這樣就是不對的 對 所以大家也要尊重醫療職 我們是不能在線上問診的 所以很多那個朋友 在臉書上問我們的時候 不是我們不回答 因為像我們台灣的法規沒有過 所以線上問診就像洪醫師講的 那個是完全不合法的 我們也不能夠在線上給你意見 因為很多人喜歡把他們 比如說他去陳慕容那邊看病 陳慕容給他一個意見 他就跑來問我說 陳慕容這傢伙跟我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不大 就交我 類似這樣子他就會罵 他說那請你醫生 請問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他指名道姓我還開OK 我還可以去跟陳慕容講說 你有個病人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有的不是 他直接跟我講說 某醫師跟我說這個病怎麼樣 請問家醫師你的看法是 有時候你剛開始說不大 沒有什麼經驗 有時候就會稍微回了他幾句 我說我認為應該這樣子 可能會比較好 他就拿去拿我的臉書截讀 然後去給那個醫師看 大肆攻擊他 還有有一陣子得罪了好多的 所以我現在就請各位 不要再在線上問我問題好不好 還有一大堆未讀的訊息 都是你們害的 對不起 其實真的名醫與否 只能說是知名度 還有熟悉度會比較高 我引進很多新的醫師 我都希望大家搭這個平台 因為當一個病人來看 你跟他有一種熟悉度 他比較能接受你的說法 可是其實到底名醫 到底好或不好呢 我自己 大家的共同意見就是 我先跟各位觀眾講一件事情 你們現在看到我們這五個人 但是不代表我們的診所 或者我的診間 就在他隔壁 因為很多病人會覺得 你來這邊 你就應該跟他人很熟識 我舉一個例子 前幾天有一個病人 其實是比較阿嬤級的 他來就做個抹片 抹片完 我想說阿嬤就是做抹片 還滿乖的 我說會鼓勵你一下 他說沒有陳醫師我是順便 但是我只是想問你一件事 請問你認不認識陳慕容醫師嗎 我說陳慕容醫師 我那個電視常遇到啊 是這樣子 我的孫子有個問題 我想去掛他門診 你可以幫我介紹去掛他門診嗎 我說 第一個我也不知道你診間在哪裡 第二個呢 你的問題是怎樣 他就要開始來問 但是人很多我就說 你還是回去掛他門診 其他有需要的話 你就說陳醫師有打招呼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我要先說一下 其實像剛剛鄭教授講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年齡見真 我們很喜歡學新東西 可是到我們這個年齡很懂一件事 自己強的就收 也就是說 面對病人 像鄭教授就比較不會那麼硬 他就 你是什麼意思 他就在座上不會那麼硬 可是我們年紀見真的時候 硬的時候硬 軟的時候我們就會軟 該硬的時候硬 該收的時候收 該轉的時候 我們就會轉 有時候為了面子 那就要硬 像剛剛鄭教授 郭局最近的一個歷史 有時候是為國爭光 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是 懷孕的時候有個肌瘤很大 那這個肌瘤在生產後 還有九公分 他其實是在長春頭當一個PhD 那他這次回來 人是有點踢館 他說陳醫師我回來呢 只有兩個禮拜 我要開刀 可是我那邊耶魯的人 不幫我開 他說你的肌瘤太大 不能用內飾鏡開 而且他說兩個禮拜以後 他要保持神態輕盈 因為他去interview一個新的job 他說氣色要很好 狀況要很好 其實我那時候不是很想收 可是他說了耶魯說 他們沒有辦法開這個刀 你知道 身為一個台灣人 一個台灣訓練的名醫 我們一定要挑戰 所以我就說 耶魯說不行 這應該不太難吧 好 那我們就挑戰一下 結果果然開了 其實他運氣很好 也算很順利 我們用單孔副將軍開 開回去 他就寫愛給我說 其實陳醫師我回去走路有風 因為耶魯一開始跟他說不能開 結果我們開得好好回去 而且他去回診的時候 他的醫師很神奇 他說台灣內飾鏡開得那麼好 怎麼看起來 完全沒有傷口的感覺 而且裡面恢復得很好 這時候就身為國民外交 我們就非常重要 就委婉地說 這對我們兩次小菜一碟 沒有什麼特別 你可以跟耶魯講說 歡迎以後轉接到我們這邊 所以為什麼 其實講明不明醫 我覺得台灣的醫療 其實水準很整齊 但是我建議 病人在跟醫師溝通的時候 盡量還是跟你 你期望值跟他講 也醫師提供他的強項 一起來溝通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 是 其實我也是去看明醫 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在診所的時候 因為有發覺到 我有些氣床 就這樣呼吸不太過來這樣 而且有時候 早上一大早起來 就打噴嚏打很多那個 我覺得應該是過敏 一般診所照理講 應該就會處理掉 結果沒想到 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大醫院 去做一些檢查 因為我覺得 所以後來我就當然 就去掛號 一掛號之後 我就開始出現一種厭世狀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明明的話 前面一定排很多人 我已經整個手機 兩個手游已經打完了 然後又看完了 大概半本書還輪不到 還輪不到你 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好不容易 終於進去了之後 我大概可以講一下我的症狀 一講完之後 他馬上告訴我 我說可是醫生 我覺得 沒有什麼可是 這是過敏 我說可是你還沒有 聽我講完 我大概有什麼原因 我就打噴嚏 還要有說會喘氣這樣 我跟你講這是過敏 他跟我講了三次 我說我聽完之後很過敏 然後你確定我是過敏 他說對 你就是過敏 好 他就開藥 他說去找他藥 我從頭到尾到裡面 大概三分鐘 我不是說以時間 我不是用時間來解釋 那個醫病關係 而在於從頭到尾 他告訴我就是過敏 我說我需要做些別的 怎麼檢查 我也跟他講過 說我之前有個診所的醫師 告訴我怎麼樣 他說那個小診所的醫生 那種 我說隨便這樣看一看 我跟你講 他說你這個就是過敏 我說那吃了藥 當然就抗主張給你吃吃完之後 保證你有沒有 大概三天內的話有沒有 大概就好了 就這樣 結果連打噴嚏有沒有 過敏這樣子氣喘 大概差不多快一個月 他開了藥吃你還沒用 一樣 因為我還曾經這樣子去 回診過大概兩次 我每個禮拜都這樣去一次 你還是找那個醫師 對 到後來之後我大概受不了 然後我講說其他醫生為什麼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才開始這樣 我覺得你要不要去做抽血檢查 順便的話有沒有 去造一些什麼 有的沒有的一些東西這樣 那天把我留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之前的時候 一個月前是在跟我開玩笑的 不是說過敏嗎 他說沒有 我後來發覺到 你的症狀好像不太典型 大家跟我講了一大堆 講完到最後跟我講說 我發現你好像是 在腎臟上面有問題 就跟腎臟科有關係 他說你要不要去腎 我要幫你轉到腎臟科去看看 我後來他發覺 果然是腎臟的問題 腎臟病會引起一些 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除了那個尿毒會沾一些滲透 所以他們會比較容易 頭隔有一些抑鬱感 另外一個 就是已經到有一些 積水的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不停的刺激 他的那個 我們講支氣管這邊 然後再有一些積水的情形 或是說一些像 蛋白尿比較嚴重的 他已經開始積水 會有類似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狀 所以你是腎臟有一些問題 那時候腎臟是出了一點問題 發炎這樣 對 其實很多前面我們講 前面第一個醫師去診斷 診斷不出來 其實後面為什麼診斷得出來 其實還有一個看過我之後 我會請他們回家自己再觀察 其實很多的急性盲腸 你剛開始就是以胃痛表現 回去四個小時之後 就開始跑到右下腹了 就開始發燒 所以其實很多 即使你看過任何一個名醫 你回去還是要觀察一下 自己症狀 因為醫師在那個階段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那麼厲害 把你診斷出來 一定要觀察一下自己症狀 如果你希望去看一個名醫 你常常一定會有這種感覺 像之前曾經有人跟我說 他去看保倫哥的門診 是 等了兩小時 結果看了三分鐘 其實大家每個醫生都很希望說 我能夠讓你等三分鐘 讓我看兩個小時 可是實際上現實狀況就是不允許 所以變成說 你希望去看一個 很多病人的醫生 你認為說 他能夠抓出你的大問題 其實你就變成說 你等得要久 你看的時間要多 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醫生的態度怎麼 好像跟我不大合 其實這個 每個人跟每個醫生 不同的氣場 有些人就是很喜歡那個吊吊 這個醫生一看到我 就知道我是什麼病 他一定很厲害 尤其很多長輩 遇到那個醫生會罵人 特別高興 然後覺得說 我被他罵一罵回去我 我應該吃這個藥馬上就會好 可是有的時候 你遇到這種醫生 你就覺得我為什麼平白無辜 要被你罵 那其實換個醫生 在台灣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幾年前台灣地區 過敏性鼻炎治療指引 是我編譯的 他也因為那一本治療指引 出來之後 很多過敏疾病都來給我看 但是其實我看門診 我最怕遇到 一進來講第一句話 陳醫師 陳醫師 我從那個 新加坡回來的 你講的地方越遠 代表兩件事 一個就是 你的問題可能很多 問題很多不打緊 你的 可能也很多 所以那個媽媽一進來 跟我說陳醫師 我從美國回來的 拿出手機 開始問問題 永無止盡耶 我一直在想說 她到底要問幾題 我後來站起來瞄了一下 一百三十二題 一百三十二題 我前一到二年八題 已經快瘋了 天啊 第一次就在一百三十二題 大概四十分鐘結束 後面的病人都哀哀叫了 第二次她回來說 陳醫師 那你治療之後 我覺得好像有改善 可是改善一點點 我這孩子 你說是異味性皮膚炎 聽說日本有一個叫 然後我心裡想說 會啊 我會啊 我當然會 我跟媽媽說 媽媽 這個丹醫療法 你從美國飛來台灣 你還從台灣飛到日本去 包括全程的旅費 包括治療費 住宿費 餐費 二十天的療程 大概三十萬 如果我在台灣 我用同樣的方法幫你治療 媽媽下一句話 也是我很常聽掉的 要二十萬喔 其實我就跟媽媽講說 有一些更新的技術 你還是真的需要花一點錢 然後才能夠得到一些 更新的療法 那媽媽到最後就說 好啦 那算了 你健保能做的 盡量幫我做 那自費的就不要了 特別保來示範我的功力這樣 其實喔 那個內外科的明醫是不大一樣的 各位學長說明醫迷失 我個人認為是 我自己看到的明醫 我個人覺得是蠻厲害 但是明醫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時間不夠 比如說 大家想想說明醫 到底會不會最新的技術 我覺得這個就有正反兩面 因為你想想看 這個明醫一天的刀排八台 它的刀都已經佔滿了 它中間如果插一兩台 還是它新的技術 那個時間會佔用它 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它根本沒有辦法 如期在這個時間內 把手術完成 除非它願意把病人降得很多 就是 不過可能就是 我以後就固定排四台就好了 這樣我才有辦法 再一天開完嗎 我講的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一直線好 因為我覺得 我要學新技術我就不能夠 我就不能夠犧牲病人的權益 因為新技術對我而言 我也是要花時間去學的 是 我不可能 因為我一直做傳統的 我可以做很快 我一定可以開非常多 可是我要學新的 我就只好把一些病人 就是請他們再等待再等待 可是有一些那個組織醫師 他們就是 被人家挑戰的時候 可是他又 他是很資深的醫師 可是他被人家挑戰的時候 他又不好意思說他 沒有做過這個 他可能就會 所以就會 倒楣就會出一些問題 之前就有一個 很資深的組織醫師 人家只是一個膽結石 來找他開刀 所以他就跟病人說 我幫你開副槍鏡 病人就 就停了一下說 因為病人是四十幾歲女生 他就說 副槍鏡 他說不好意思 那這個副槍鏡要開幾個洞 他說一般是四個洞 運氣好三個洞 他說 可是我怎麼聽人家說 有一個洞 我可不可以做那個手術 我想要做那個手術 那個組織醫師就看看他 因為他有點胖胖的 那組織醫師說 我覺得你不需要那個東西 就是一直嫌他 我說你的身形這樣子 其實那個洞也很小 應該沒什麼差 就你這個 又不是什麼模特兒 做什麼單孔 然後組織醫師說 那種人被他這樣算一下 還沒有生氣 可能因為那組織醫師就很資深 他說沒有啦 我就是很想要 不想要肚皮上留疤 可不可以就幫我做單孔的 那組織醫師就回答一下 好啦 我幫你處理啦 幫你處理啦 事實上我們都叫他組織醫師 從來沒有做過單孔 對 那一天開刀的時候就是 其實單孔真的不難 真的不難 只是只要做過幾次 或者是有些小學校 你會了就會了 那可是你沒有做過 第一台你就是可能 要去看別人開過 或是請人家來幫忙 就沒問題了 結果那天開刀的時候 那組織醫師又 他真的沒弄過 他又沒有去叫 其他組織醫師來幫忙 他就自己做 本來一台單孔 我們開這個膽囊 可能也是大概半個小時結束 他開兩個半小時 那個板還沒有拿下來 在血糊糊當中一直開 一直開 一直開 他開到後來就不小心 把那個 因為單孔的視野 確實稍微小一點點 他就把人家 一條很重要的管子 給勾斷了 所以那個病人不但沒有變成 沒有達到隱藏傷口的目的 最後他開一個刀 開了25公分 因為要進去 把腸子全部拉上來 重新把那個管子 全部重建 還住院了三個禮拜 才恢復 結果後來那個病人也是 就是不願意付錢 因為那單孔開下去 還是要錢 還是要錢 病人也不願意付錢 他說你開個手術失敗了 還搞到我怎麼這樣子 他單孔那個袋子 要兩萬多塊 他也不願意付錢了 所以那組織醫師也能夠 也只能夠自己吸收掉而已 大家不要認為 開到只有一個醫師的事情 有時候像內飾鏡 這種器械越來越多 器械要配合得好 旁邊的儀器設備要弄好 差一環有時候就會出事 所以好的團隊 像我自己在這些進展當中 也是一開始 這個團隊已經很成熟 你進去學習 就會非常快速 是 所以一屆倫理其實很深 學長學弟 最大主任 可是講到這些最新的技術 或許大家還是要認定說 不是每個人都要開最新的技術 才是最好的 每個人都跟你說我要最好的 我要用最新的 結果你的狀況 根本就不適合最新的 很多病人膽結石跑來 找我開達文系 我就說你真的不用開達文系 因為我用內飾鏡 我就很小時候就可以開完 就可以把你開下來了 絕對比達文系還要小 我說達文系要25萬 我開這內飾鏡 你只要付2000塊 健保支付 像子宮鏡頭在前方的 又不大然 那是互相見的 就像教練師說的一樣道理 卵柵柵小小的這種 不需要打文系的 就不需要 所以病人也是聽別人講 才才會去找這個意思 他們以為全部都要打文系的 我說不是 有些需要 有些不需要 有些要摩娜麗莎 不是打的 沒有 有什麼 感覺在節目亂講 對 真的有哪個戲叫摩娜麗莎 是開的 雷射 這種二氧化碳雷射 可以做陰道錦石 跟外音切割的 什麼 意大利 意大利 對 以前都不正經事 對 好像背書 講到最重點就是 人家找你最適合的 有的人還會以貴為迷思 就是說25萬 兩萬跟2000的 你二話不說 開25萬怎麼會開 對 我有能力的 他會不相信到2000 剛剛講 對 來 下一個 好 迷醫說法好成為 一開口就得罪人 其實我還滿和藍可慶的 可是我門診沒有現掛 所以我一進去之後 第一件事就看我列的 那個後診病人有多少 心裡在講 今天一個病人五分鐘 你進來到出去 一定要五分鐘解決 不然我就開始延遲了 其實延遲我下班時間 我不會難過 可是我會看到那個 護理師 我很難過 他們那個都要趕著 要回去陪小孩 你會覺得他們的臉 他們臉色就越來越難看 所以你就要必須再趕 很趕 從第一個病的時候 開始趕進度 比如校成剛剛那個 可能只是一些過敏性別人 你說三分鐘看完 可是有沒有想過 一個慢性腎衰竭 尿毒症要洗腎的病人 你有沒有可能 給他三分鐘看完 或五分鐘 這個是非常難的 那一天就有一個 兒子帶著一個 七十五歲的媽媽 他來的時候 他不是拿一對問題 他是拿一對病例 他已經在其他醫學中 他有一個醫學中心都看過了 拿來給我看 然後包括超音波 驗血 驗尿那些 他說他去其他醫學中心看過 然後他們都說要洗腎 要準備做樓管 可是他媽媽 真的很不想洗腎 不想做樓管 那請我看 那我光是把那些資料 翻一遍 就花不少時間了 然後看完之後我看到一個 腎臟萎縮 兩邊腎臟 剩下七公分 我看完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也不想花很多時間 你如果講得越多 他會問越多的問題 我就是說 目前已經到 而且媽媽已經出現一些尿毒症 噁心想吐水腫 兩條路 一條路是現在修住院去做樓管 準備要洗腎 那第二個是他可能可以先回去 可是任何傳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到急診室去洗腎 然後他就一直在講說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治療方法 什麼幹細胞什麼 飲食要怎麼樣 他又問了一大堆問題 我要給他很確定 沒有什麼其他選擇了 腎臟萎縮就類似樹葉枯黃掉了 除非我是神仙 可以把你的枯黃的樹葉又變活過來 不然只有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一定要洗腎 那當然媽媽聽到這個又哭了 然後他又有很多的問題 希望我再安慰他一下再問 可是護士小姐臉色已經大變了 那我當然我就跟他 他再問我 還是重複跟他講 如果要活命 只有血液透析或護膜透析 好 那兒子非常不高興 然後媽 走啦 走啦 那個醫師 哪有醫師講話 那麼直接 那麼無情的 好 我們走吧 然後結果離開了 這件事幾年前的事情 其實對我影響還滿大的 我換位思考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我是那個兒子 或我是 我也覺得那個醫生還滿無情的 可是我真的是急著把他趕 我認為我後來評估一個 第一個你出診 看到一個腎衰解 已經要到要洗腎 你要讓他接受洗腎 他不知道什麼是洗腎 什麼是腹膜透析 整個講完 至少要一個小時 這麼久 對 那有沒有這樣 那我後來 我就在我自己的診所 約一個特約門診 我一個小時只看一個病人 那他可以把他所有的病例 都帶過來 我好好讓他問到寶 然後我告訴他 其實這種門診完之後 他就不用這樣 一直各個醫院都看 他這個三種 你看榮種 你看台大一看 可是每個醫師都給他五分鐘 那給他的就是 那他也不曉得什麼是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所以這件事當然也 我是覺得 不是病人的錯 我們其實台灣的醫療環境 真的是看得太快了 那醫師講很肯定 很快速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會誤診 那真的會出現一些醫療究竟 黃醫師那個診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太貴了 沒有啦 沒有啦 他一定要開特別門診 就是你可以花很多時間 但你要付一點費 是 要不然你算喔 你看剛剛校成排隊 都排多久了 對 以前陳如正義是所講的 大家是想排短看問久 對 可是我後來是排很長問很短 對 所以有時候你也體諒了 將心比心想想看 別人的工作 所以他後來開放特別門診 你們既然愛問多久都 我跟他一樣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其實來 他是更年期 很多問題 更年期照門診 其實大家都不太來看 為什麼 更年期來的主數 常會從他青春期開始聊 然後青春期講到更年期要講 沒有你那麼久 但是會聊很多 那個病人我特別讓他講了15分鐘 結束以後我的更人 護理人員跟我說 院長你幹嘛讓他講那麼久 但是這個案子我為什麼特別 因為我聽得出來他很煩惱 我們醫生看久 關其毛指就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其他連家裡的發生的不幸 先生的不幸 小孩的不幸全部都算在這裡 那我一聽就知道 這個不讓他好好談 我說他以後會去找別的醫師 搞不好去找江醫師 看我是為了救 他是病產科耶 你在那邊很多肌肉去找你 所以我跟你講 更年期久了會胸悶 胸悶那個內內 會長得很高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案子 我就花了20分鐘 那護理人員跟我說 其實跟他講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在這邊 讓他終止掉告一個段落 其實他會再去到處找 其實對他是困擾的 那我要講說 其實在醫生之間的溝通 各個人不太一樣 罵人多不多 有人罵得很有藝術 有人被罵得很高興 我之前 我們現在醫院 有一個很有名的名義 他以前 他對於 他的門診一句最有名的話 這年頭 懷孕沒有好好控制體重 只有 你是哪一個 好狠喔 你知道很兇 那他每個人 孫婦跟餘婦 他都當得很高興 這種這句話 後來我稍微採用一罐 聖明侯 不好好控制體重的 我的朋友說只有 孫婦跟餘婦 你覺得你這樣好嗎 陳醫師 你自己也那麼胖 怎麼會這樣 於是我就說 對啦 你是好控制 我就會這樣 餘婦 所以說 醫師態度不一樣 因為我那個同仁 他身材保持很好 他有這個尬扯可以講這種 我們就比較愉快一點說 好啦 你盡力就好了 好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 體重增加 腰重一定要還回去 還有我都跟他講 你不要認為 老公會喜歡胖胖的女生 老公跟你說沒關係 那都騙你了 所有老公都喜歡 身材比較健美一點 比較好的人 所以為什麼這些東西 你們就要很小心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吃胖了以後呢 你要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這就是我們年紀健身的 一個秘訣 這個我要看了一下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婦科的名醫 有時候講話很機車 我以前有一個潛意 我朋友去看醫生 因為他在裡面看的時候 我可以在旁邊這樣看 後來因為他是黴菌感染 女生有時候會黴菌感染 那黴菌感染的原因 就是因為牛仔褲穿 夏天的時候 穿牛仔褲這樣 悶著 那邊會好像棉墊 然後就悶壞了這樣 結果我那時候前女友 就問她說 那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有黴菌感染 你說那個醫生這樣講什麼 那跟香港講的那個 黴菌是一樣的 你說一講完之後 女生要崩潰 是一樣的啊 她就講 是一樣的 不能再講 什麼 什麼 你就是跟女生講說 然後你的黴菌 那個地方的黴菌感染 跟香港腳 是一樣的黴菌 雖然是一樣的 聽起來很怪 好嗎 我們通常是會這樣講 其實黴菌空氣中都有 你看麵包放在那邊 也會發霉 所以病人有的 比較能接受 因為有時候這樣講 的確他又 我們會往你那邊看 他會怕是你的香港腳 傳到他 但是他們也懷疑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時候開我前女友的東西 這開他就覺得 他是有香港腳的 這關就是在很多醫生講話 比較簡短 簡淚 他是講原理是一樣的 但不是說因為香港腳 造成那個地方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說原理是一樣 因為都是由於潮濕 跟抵抗力下降 這兩個兩大因素 造成一個黴菌感染嘛 就像我以前常常在 內診的時候會說 你直播鏡很漂亮 後來有病人跟我說 他感覺怪怪的 有一個很好笑的 他跟人家說 你看陳師說我子宮頸很漂亮 是子宮頸界的名模 我說我沒有這樣講 但是有人會說 子宮頸這樣用漂亮 他覺得很尷尬 所以以後我就會修正 我說你子宮頸很健康 然後大家會這樣修正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談吐之間 會沒有注意到 所以大家互相修正 所以醫生還把那個癌症的那個 影像說 好漂亮 好典型的那個癌症 那人說我癌症還很漂亮 因為那個影像會長典型 所以醫生說 這個很漂亮的一個case 所以醫師不是這樣子 對... 就像我們之前剛剛講的 他有時候照那個癌症 你去癌症滿飽滿 很漂亮啊 他什麼癌症啊 對... 可是我覺得我每次看免疫 都是有不好的經驗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外景 出外景然後膝蓋受傷 然後為了看那個免疫 他要先掛號 然後你要等很久 你還不能就是已經很痛了 然後還要可以當天處理 他是要先掛了之後 然後隔好幾天 有他的診的時候 你才去看 然後去到現場的時候 又等好久 然後進去的時候呢 我就跟醫生講說 醫生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外景好像有一點激烈 妳真的等了兩三天嗎 真的啊 就是為了掛他的診 等了兩三天 然後到現場還等了好 就是一兩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就剛好進去看到了嘛 然後看到了之後 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的情況是怎樣 我出外景 然後不小心就是膝蓋受傷 然後現在很痛很難過 然後他就面無表情的 他就用他的筆喔 在畫我的出生年月日那邊 來 你自己看 你看 你現在幾歲了 你以為你還是年輕人嗎 你已經是幾歲了 你自己說你幾歲 你怎麼不講了幾歲啊 然後我聽到旁邊連呼吸都 噗嚓都笑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就說我沒有覺得我很年輕 但是就是因為我是工作的關係 所以才這樣子導致這樣 我不是覺得我是 就是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那時候被 講到整個就是很羞紅 就是整個臉就開始發燙 對 我就覺得說 雖然是民醫 但是你講話可以不要這麼的 對 就是直接 然後就真的有 然後還有一次 我必須要講一下 這個是陪我爸 那時候他心肌梗塞 然後他已經在病房裡面開刀 可是因為就是他也是民醫 就是我爸的心肌梗 他是給民醫開的 然後我跟我哥 就是在家屬的後診室那邊 因為我們就閒著無聊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查一下 他每次做心導管手術裡面 那個支架 因為感覺好像有很多類型 然後我們就在查... 然後查了就 這個好像不錯 然後評價也都很好 很多文獻也都說 這一個款式的很好 然後我們就趕快 就跟護士講說 可不可以跟醫生講說 我們想要做這個 然後那個醫師的臉 湊到一個步行喔 他說 我們就說 我們這樣往路上查到了 這個支架好像比較好 我們可以用這個支架嗎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在哪裡 就是意思說 我們現在在哪一家醫院 你現在在什麼醫院 然後你在我的醫院 然後你去說別人的 就是那個品牌是別的醫院 研發出來的 他說你說別人的那個好 這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們家屬的立場 不是你們醫院 自己紛爭什麼... 我們是只是想要 我爸爸用最好的東西 然後最適合他的支架而已 然後你為什麼要有 那麼情緒化的感覺 然後就是說 你現在在誰的地盤 然後你講這種話的意思 醫生可能不高興說 我都已經要做了 你才突然跟我說 都換了一個牌子 可是這個雙方 應該都有一些誤解 應該是正常 就很早就溝通好了 一般現在醫院 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一般 比如說支架有五種 兩種是健保的 另外三種是自費的 那兩種健保是全國 有在做支架的每一家醫院 通通都會有 可是另外三種自費的 就要看這家醫院 跟那家廠商 有沒有進這一支 用哪一家的 對 所以我們在 像我們醫院的心臟科的醫師 在解釋的時候 因為要解釋這個問題 實在太多了 所以他們外面就會有一個板子 所以我們醫院 可以提供以下幾種支架 每一種的好數跟壞數 價錢都寫得清清楚楚 你看了就來 那當然不要說 我們只有A B C D 你跟陳希律一樣 竟然說 我只有A B C D 沒有A的選項 那不行啊 因為跑到玉龍說 要買賓師 對啊 那我就是要賓師 你為什麼沒有賣 不是開車行的嗎 講話的時候 對象是誰 時機是什麼 還真的很重要 我以前還 才是個在醫院訓練的醫生的時候 我跟著大醫院的老教授 在學習的時候 我就站在他後面 看到他對每個病人 應對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那有一個新住民 帶著他的小孩子 來看咳嗽的時候 他就跟那個老教授說 教授啊 我這個兒子 每天晚上都咳嗽 都咳到吐 這怎麼辦啊 很咳 咳到吐 那教授其實就是 一邊在寫字 一邊看著電腦 咳到吐喔 一直等... 等到他吐完之後 下次他就不敢咳到吐了 因為我站在後面 我其實很緊張 想說 怎麼會這個回答 結果那個新住民 教授 就一個很好的醫病關係 好像他也知道 教授是在開玩笑 他也是告訴他說 你的孩子咳到吐 應該不用太擔心 隔了兩個禮拜 教授說去開會 然後說陳醫師 那個我今天門診 大概六十幾個病人 不多 你就幫我看 我去開會 我們帶診很合理嘛 結果看看... 看到第四個 第五個 好像都很順 看到第二十個的時候 陳醫師 我這個孩子都咳到吐 不是上次那一家人 另外一家人 我想說 咳到吐 這一題上次有教過我 我就說 咳到吐 下次你拿個碗工 他藏起來 再叫他喝回去 他就不敢吐了 我本來想說 接下來他會說我好風趣 全場我安靜 好誇張 然後我對面那個護理人員 一直死眼射 然後我就 好... 我就趕快把藥物開一開 那接下來我也不敢講什麼 就讓他回去 隔兩天教授就說 叫你帶個診 也可以帶到這個院長信箱投訴 說你沒醫德 說你討無遮難 我是說 教授我就 講了一些跟你有點像的話 教授 有些話 我可以講 你不能講 是真的 是真的 有的話他可以講 你不能講 就像你現在的話 你能講別人不一定能講 對 我們現在在看病人的時候 有些還開玩笑的話 其實 比較熟的 你知道個性的 你大概知道他開玩笑 可以開到什麼程度 爸爸媽媽就算熟 他很緊張 你就不要跟他開玩笑 其實這個我們自己 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也可以自己慢慢拿捏的 是 我是骨科的專科護理師 就骨外科的 然後所以我都會接觸到一些 譬如說 砍傷 護砍 打架 車禍那種的狀況 進來的病人 然後有一次就是大概 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 他們就是追車 在那邊開車 然後就追撞 撞那個電線桿進來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 他傷口癒合得很不好 他們就繞一群人來 來到護理站就開始嗆聲 就說 傷口為什麼這樣 醫生是怎麼開桌的 什麼的 然後還拿那個臉書 來開直播這樣子 就開 然後就說 叫主治醫師出來這樣 然後我說 可是主治醫師 都已經有跟你解釋過 當天是假日 其實假日不太 不太查訪的 對 我說 也不是你的主治醫師值班 所以沒有人可以查訪這樣 後來他就說 不管啊 你這個沒叫出來 讓你... 讓你... 主治醫師 你知道嗎 我就打電話給主治醫師 主任 你那個白人哪一床 他找人來亂 你要出來一下嗎 然後主任就說 好啦... 我在職業 待會就過了 然後我們那個主任 平常就是白袍穿著 口罩戴著 結果他那天來的時候 便服嘛 因為是假日 他沒有穿日服 他就進來 然後便拿著 什麼事啊 什麼人要亂 你這個孩子是怎麼樣 直播 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那些小婚婚就整個這樣 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 因為就是 他說 他說 你腦袋的你腦袋 你腦袋還卡電話給我 你現在是怎麼樣 又加槍我的人 然後那些人就默默地 把那些全部都關掉 然後就說有什麼問題嗎 我讓你一分真解決 歪掉 然後全部的人 就鴨雀無神就走了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 一直拍拍手 然後主任就這樣 就很挑白就走了 也碰到流氓醫師 對 他真的吃檳榔嗎 平常有在吃檳榔嗎 有啊 還是有備好檳榔 都有 平常都在吃檳榔嗎 對 可是他平常就是 就是上診的時候 跟開刀那些 他們是其實不會的 我之前遇過一個醫生 我去看診 因為那時候懷孕 然後因為我當部落客 常常需要出國的機會 然後有一次 就是懷孕的時候 我就問醫生說 醫生我現在懷孕二十六週 然後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是出國有什麼素醫師 可是我怎麼問呢 他全程他都不講話 我問他說 我現在出國會不會危險 然後要注意什麼 然後是不是需要帶什麼 備什麼藥 他都不講話 後來我就問說 醫生你剛剛有問 就是有聽到我的問題嗎 然後他說 你直接跟我講 我說 我只想確定我可不可以出國 然後他就說 好 那如果你想出國 那就出國 不要問我說 你要不要出國 因為如果我跟你講說 可以出國 結果你出事的話 就是變成我的責任 所以後來我發現 是不是有一些醫生 因為這樣子 就是越來越 就是不太亂擔保 或是說跟病人講說 一些後續的怎麼樣 然後我外婆她去換 那個人工膝關節 然後也是聽朋友介紹說 有一個骨科名義很有名 那你可以去給她看看這樣子 後來那骨科看了 就是說 你阿嬤這真的是要換掉 要換掉她才會 後面會比較好這樣子 我們說 好 那醫生我們排一下 那個手術的時間好了 我們回去跟家人商量 然後他說 我跟你講 這個健保的店片 不會好啦 你就直接跟我買 我也知道有一種店片 可以讓你阿嬤用到 就是她上天 當天使的時候 還好好的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你說你是跟別的醫院 買的話 它很貴 因為我跟廠商熟 所以 我說可是因為這個錢 是大家出的嘛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 跟其他親戚溝通一下 不能說我們三次決定 他說 那要考慮的話 那你下次不用排我的診了 因為我診很多人 我沒有辦法讓你這樣考慮 你下次要的話 你就直接去問別家醫院好了 然後我說不要啦 因為你我們排很久 才排到你 然後如果說你這樣子 不讓我們看的話 然後我們不知道下一次 要排多久才能再給你看 然後開一刀 然後他說 所以你現在要跟我說 我說好 然後就去開 然後真的也 因為那個醫生的就是技術 讓我阿嬤的膝蓋 都好起來這樣子 可是過沒多久 我們就收到 檢料單位的電話 這樣我們就做筆錄 然後我說 為什麼 然後他說 因為那個醫師被查到說 他有炸領保險 那個健保 然後他有收回扣這件事 不然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買的店片還滿貴 就根本不用那麼貴 回應一下 因為他剛剛提到出國旅遊這件事情 其實我的標準答案是 就是出國玩的快樂的是你 所以責任要付的也是你 其實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節目 就是現在所有的自費的品項 你都上網是查得到的 你在這家是兩萬塊 在另外一家是一萬五 其實你是可以查得到的 但是我還是要講 就是看你要不要選醫生而已 他在這邊開 他這個醫院就是賣兩萬 你要找另外一個醫師開 你拿個一萬五沒有錯 但是就是另外一個醫師開 看你要不要信任這個醫師而已 所以其實每個人看門整有他的Style 像剛才牧童講的 老師有他的Style 然後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Style 那可是我們在遇到一些 考古題的時候 就是難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發現老師曾經用過 我們有時候傻傻的就會 跟著稍微給他用一下 你才會發現說 就是這樣子 不是每次考古題的答案都是對的 不是用在你身上才錯 因為老師是真的 沒有... 所以考古題的答案 會隨著時間的變化 會變化的 最近我就有變成這樣子 他是乳癌第三期 他其實在外面看過兩家醫院 他還三十幾歲 他來我們診的時候 後面跟了六七個他的家屬 一堆人通通都陪他來 他來的時候 那病人就很沮喪 就最後一句話都不講 所有的問題通通是他的老公 還有他的那些哥哥弟弟 在那邊回答的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這怎麼辦 我就說就兩條路 一個就是先化療之後 腫瘤變比較小再開刀 另外就是開完刀之後再化療 我說看你們要哪一樣都可以 講完之後我就說 我就在等 我講完之後我就要等他們給我答案 結果他家屬通通在擠他說 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我就說 就是先化療再開刀 或是開完刀再化療 還是一樣 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我就有點把他講說 你到底我已經講了 你現在還是問我到底怎麼辦 就是先化療再開刀 或是先開刀的話 都可以 他們想要的是都不要化療 他們想要的是都不要化療 現在怎麼辦 我又有點瘋掉想說話 然後我看那個病人 病人又一直低頭又一句講話 我想說不行了 因為已經過了三十分鐘了 後面還有很多人 我就說我記得之前老師 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都會想說 既然你們現在都還沒想好 那通常那些大老師都會講說 你現在不能決定是不是 那你出去想一想 想清楚再回來告訴我 我都是這樣的 對... 你去外面討論一下 因為都要想很久 先看下一個 對 我就準備要這樣講 那我還比正教科技 我想說這個可以用 但是我要稍微改變一下 我講小聲一點 我就說 我跟你講 你現在還沒想清楚對不對 那你先出去想一下 等一下再叫你 你想好再告訴我 那個病人本來都這樣低頭 都沒聲音 突然就開始哭了 他說 因為他說你是暖衣 這個是暖衣 暖衣 暖衣就是再不能趕人家 對 然後又多了 自己當中 這個談起來 大家都有個子一尺 你知道嗎 叫你開個特約門診 對 對 我們必須要承認就是說 許多人對名義有迷思 生命時大家都想 用最好的社會 所以你常常 像我做這個節目 常常變人要問 我們最近誰 你這個醫師好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好的醫師 沒有 我就把電話要留給他 還有看心理醫師的 什麼看聖結石的 一定很多人問 因為大家經過上節目之後 就變有名了 所以大家就想 用大廳的方式 要看誰比較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想 老天爺給我們的 不是你最想要 而是你最需要 對不對 這是最重要的 要找一個最適合你的醫師 還有最了解你並且的醫師 謝謝大家 還有最後恭喜江醫師 有出書了 可以的話 三場 三場 其實他本來除了是 前女友的情書 對 為什麼老公說他正在寫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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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